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说到香港这次争取的其中一部分当然是由修例开始之后慢慢变成一人一票的争取 之前也有争取这个事情 但是我在之前就说这个问题恐怕更多是往舆论方向上的一个冲突可能性大 所以这么看起来其实是很准确的 就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这两天澳大利亚几个重要的城市有爆发这一点这些冲突 其实说起来是由香港的问题 由香港的一人一票直选的问题 在之前这个导火索是修例 这个修例就过去了 现在是完全就是这个小事情了 现在是一人一票 而现在蔓延到更广泛的华人社区 也就是说更多的华人要在这个舆论风暴里面去站位站队 这个舆论风暴里面 他的议题不是普通的议题 就是这个舆论风暴是事关我们生活水平 事关道德高地 事关意识形态 关于方方面面跟我们自身的利益跟金钱 这些都有特别大的关系 所以这个就不是很好办 那在墨尔本和悉尼爆发的街头的一些冲突叫喊唱歌这些 我其实第一时间看到了 因为朋友圈里面有几位澳洲的朋友 第一时间转发 比如说墨尔本的就有朋友在现场发回来的视频挺激烈的 现场有一千多人 那这个事情为什么在澳洲呢 我们想一下其实也比较好理解 如果说在美国 其实美国的华人也不少了 有一些区域比例还特别高 比如旧金山 这个地方还包括加拿大的一些地方可能更高 他们的多伦多温哥华 温哥华的某一些区域的华人比例 一个小区域 它可能快接近50% 但是美国跟加拿大更加敏感一点 比如说美国 你在这个核心的地头 就比如说在中国大陆 你敢不敢说 在这个阶骨眼上说我爱美国 是吧 那就我悄悄的说 God bless America 你要在大街上这么说的话 估计我就脸就肿了 所以这没有办法说 只能在一些偏角的 西方社会一些边角的地方 而澳洲又不是特别偏 但是又不是像北美的核心区块 华人不多不少 像悉尼跟木尔本 这两个大城市 华人大概是三四十万 占比大概是6% 一个是8% 反正就是78%的样子 这个比例刚刚好 比较好来对抗 而澳洲第一代移民又比较多 第一代移民的特点就是有一部分人就觉得在国内活的很不爽 然后出来的 那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出来可能度个精 上个学或者是工作一段时间 他最后还要回到内地 这个是一个底层的利益关系 还有更多的是你本身对很多问题的理解 比如说香港问题 这里面的关键就是 这个艺人一票在这个时间点上 在这个一节骨眼上 我们要不要去认可他 好的 我们就先往回说一点 就是说到香港的艺人一票的问题 我们再接着说华人海外站位的问题 那香港这个时间点 觉得大陆有没有可能 我们猜测一下 分析一下 有没有可能会做出烂谱呢 我是觉得可能性是太小了 百分之八九十 应该说可能性是极低的 这过去40年的时间 不管付出很多大的代价 都已经是没有进行这种方面的尝试 没有过度的尝试 就包括国内在江湖过渡时期 湖的后半期 国内一直有说 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要进行 包括温家宝同志 他在下台之前 当然是正常下台的时候 他还特别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总理 在他下台的典礼上面说的 那之后的新闻媒体几乎就不报道 这个总理的话都敢不听 当然了他要下台了 当然说这个话 麻烦留给别人了 但是中间还有一些比较血腥的 比如八九年的事件 最近高层里面就是温家宝同志的 但温家宝是哪一年 2012年的事件了 这里好多年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有说这些问题 一次一次以各种原因都压住 就没有提 但是国内有没有说 完全回避民主 法治这些问题 法治天天提 民主偶尔提 民主是从 慈禧时间 慈禧到最后 就是不得不说这个事情 因为你再怎么窝难 你再怎么没用 你被别人打的不行了 你还不承认呢 是不是 你一次一次的被暴打 被淋虐 那你最后你只能说 这个君主立宪肯定要做 是不是 最后虽然是非常不同意 死在不同意的这个路上 但是最后还是同意的 当时时间点来不及了 那1912年就来了 那我们要看到 现在这个时刻还是认可 但是他就是拖着 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这个认可 我们要说回来 认可其实在中国社会 有一定的倒退 就是有很多的人 国内的现在也在说这个问题 就是 中国的模式 中国模式 这种复杂程度 有的人我不好判断 很多人我不好判断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我自己的想法 其实非常的矛盾 你比如说我们 当然我去过一些地方 那么我也了解了 也通过书本了解了一些地方 就我了解到了 确实让这么大的人口 迅速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去做出巨大的生活改善 这是不容易的 从这个结果跟事实的角度来说 确实这个中国模式 有它站得住脚的地方 但这个站得住脚 是不是说它本身也是自由民主其中的一部分 比如说中国实际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包括市场经济 这本身自由 就是自由民主其中的一块 是不是 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 也是对的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 因为中国的情况跟西方的不一样 人口这么庞大 远东地区历史这么悠久 它是不是说就算实行起来 跟西方也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呢 再说西方本身它自己就有分割开 法国的选举跟英国的跟美国的 其实不一样 美国是先选出这个州的代表 然后再去选 法国就更加倾向于一人一票一点 所以这里又有一些差别 但是你要我说 你说一个直接你的看法 我其实也特别摇摆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我就说我特别摇摆 那这个摇摆 就是整个中国比较精英圈里面 我是感觉到 可能我不能代表他们 但是我能感觉到 他们有一些人是比较摇摆跟模糊的 就算是一些比较自由派的人士 也是有这种想法 好 不管怎么说 我们就回到这个事件本身上来 在香港这个问题上面 有没有可能烂布 现在的背景形势是什么 在89年的背景形势 是当时国内的压力比较大 国内的要求 因为当时出现了 87年88年 应该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 出现了物价暴涨 通货膨胀很厉害 百分之十几 接近20 腐败也是非常的严重 腐败当时物质条件不好 但是他们拿的仍然比较多 所以当时是内部压力 当时搞定了 反正事实上是这个样子 现在是国际上美国比较有压力 美国压力是全面性的这种压力 我们应该这里有一个基础 就是它肯定不是不仅仅只是民主法治上的这种道德高低上的压力 它还有其他战略的利益 还有美国最核心的根本利益 就是我作为世界一哥 我这个地位不希望被别人取代 所以它在很多方面施压 应该说跟民主法治这些东西应该是没关系的 对吧 这个肯定是有冲着自己的利益 然后又往这方面走 所以这个也是现实存在的 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很困难 你说这个时候 如果让香港一人一票 那么好 那么接下来马上台湾就大选 台湾一人一票已经是在做的 是不是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法力独立 是不是有也要搞一下一人一票 是不是 那这个问题的话就很麻烦 很恐怖的一个事情 那这里之外还有更多的 就是你自己家庭内部没有处理好 就接下来我们说的第三小部分 回到我们第一部分 就是我一直说这个香港啊 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碎片 这个碎片是来自于历史原因 鸦片战争啊 这些苦难啊 这160年来 中国在战略上面从来没有主动挑衅过 战术上面也从来不敢在国际上真正的支撑 偶尔的话在顺带的跟着别的大国打 打赢了一两场战争 稍微印象二战的时候 其实也没能拿到多大的好处 就是这么一路吃亏下来 好了 现在这40年大陆的情况 好得非常的多 事实上已经要形成居要的情况 但是自己家庭内部 这100多年 因为弱的时间太长了 弱的时间太长了 你这个身上的鳞片就一片一片掉下来 很多东西就 你要重新把它组合起来 就需要很大的能量 因为是 40比160还是差很多 所以那120年的 这个积平积落时间要长得多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个问题扩展开了 那么就是中国的碎片 只是香港和台湾地区吗 还有包括澳门这些地方吗 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地方 当然碎片就不好说了 你不可能把其他国家 只有国土在21世纪 把别人给搞过来做殖民地 这是不现实的 但是现在不是说搞这种 搞什么领土争端的 这种都是比较low的 比较弱的国家才会 比较粗暴的 国家才会这么做 现在都是讲经贸关系 拼的是意识形态 拼的是经济利益 这一块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就导致很多散落在全球各地的华人 他特别是第一代的 那他也变成了中华民族的碎片之一 那这里我们就对标一下 中国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是散落在 本来就散落在世界各地 比如说你要说到西方国家哪些算 应该说加拿大肯定算西方国家 是不是 西方工业大国G7G8 俄罗斯被踢出来了 说起来俄罗斯也有一点点像西方大国 当然主要是对着干的 跟西方大国 那至少澳大利亚肯定算 那新西兰应该也算 那欧洲呢 欧洲应该也算 那欧洲就大了 欧洲那么多个国家 是不是 那欧坡几十个 二三十个国家 那这里面有很大的国家 比如说像英国呀 比如说像西班牙 德国呀 法国呀 那这当然都是西方 它本身天然就是散开的 所以说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至少表面上我们是和和气气的 我们目标是一致的 民主法治是必须要做的 这个工业体系就是我们这些国家 一个排一个紧接着做起来的 是吧 从地理大发现 从工业革命 第一次第二次 可能做的国家不一样 有的人负责股票市场 荷兰这样的 有的负责地理大发现 西班牙呀 葡萄牙呀 这些 那有的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 然后第二次美国 然后这个样子 风水轮流转一直搞 那中国是什么情况 就是铁板一块 也不能 就是一盘沙子 就是趴在远东的地区 它本来是凝聚在一起 但是自己太大了 你说现在是14亿人口 那现在散 它就本来是中心领在一起 但是却散的四处都是 那么这里就跟西方有点反着来 就是看似是一个整体 实际上大家心里的想法它不一样 而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有各自不同的想法 而西方是看着很散 我们其实好像心里有是一个一致的目标 什么我们的整个文明 我们的文艺复兴 我们刚才说的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 我们是轮着这些国家来做的 是吧 那我们一起组成一个西方社会 那这个样子散着 然后聚集 那中国是聚集 然后散开 好 那我们大概这么多 然后拓展总结一下 说大陆这些年 应该说这近一两百年的移民潮 是有好多拨的 那现在呢 就算我们不算移民这一块 光旅游的人次就非常的大了 很像我平常一年也大概有一个多月 接近两个月是待在大陆以外的地区 那这样的一个影响力会不停的变大 而且我们有很多海外华人 包括香港台湾地区的 就是想要以西方的这一套来改变大陆本身 我估计这个难度可能比较大 就现在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思维逻辑跟路子 除非走到不好走的路上 才可能会说想想其他的路子 目前来看 比如说大陆中层中下层 可能利益不是照顾的很好 但是最底层还是不错的 就我了解中西部的很多农村地区 现在不是说那种家徒私币 而是经常有的穿上市家家户户都有汽车 都盖起了小楼房 甚至有一些人每个月还有一两百块钱的补贴 虽然这不是什么大钱 当然在农村很多东西就不用花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重心是很下沉的 就中国的杜奇尔 中国的重心是三线 以及三线以下的城市 这里人口才有八九亿七八亿八九亿的人口 而这里是整个情况更加能够代表中国 中国的重心在这里 而整个情况是受教育程度不高 收入不是那么高 但是得益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中国的工业体系 他们的整体生活水平这些年仍然在提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希望以这个时候 PARTY就能接受西方的 因为香港700万的人口 接受西方的价值观 去改变整个中国的情况 我看情况不乐观 不理想 是吧 美国未必也有能力 去扭转中国这种想法 当然这个是对的吗 也许中国 就是独立有一套体系 我们前面也说过这种可能性 就是有一些地区或许的话 它可能已经放弃了西方那一套 西方那一套可能就不适合几百万 或者小几千万 或者是两三千美金收入的国家和地区 可能会有一个中间的阶段 是往中国靠拢 这些可能性都存在 所以说在澳洲 我们看到的这一次 在那里唱国歌一千多人闹哄哄的 最后有什么结果 不会有什么结果 而且这只是刚开始 后面估计这种战位战队 肯定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明显 这会不会影响海外华人出去 大陆人出去 我觉得不会 就我目前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比如中国一带一路 可能西方一些国家会限制大陆地区 对他们的移民 比如我了解到澳洲 比如我们知道美国 他们有一些地方实际上是在收紧 你要投资移民 金额也得高一点 不是说随随便宜都可以 包括加拿大也是这样在做 但是有一些国家不是这样想的 有一些人口很少的国家 有一些国家 它本身就是原来苏联解体下来的碎片 它根本就不归美国广 这些国家可能对中国比较喜欢一点 这样的话海外华人苏联还仍然还会迅速的攀升 而且我们说的就算西方 它是散开想往中间走 这也得走得过去 因为整个包括北美 包括澳洲这一整块区域 新西兰地区 包括整个欧洲地区 它其实在整个西方价值体系里面 负责的部位不一样 它就像一头牛一样 它可能有雪花 有很多个部位 有很多个漏制的部位 比如说葡萄牙 它是一个特别小的国家 在伊比利亚半岛 它也算是小的 跟西班牙比就小的多 但它以前曾经是世界第一个全球性霸主的国家 它负责的位置 跟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这是一个调调吗 不是一个调调 跟美国负责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什么情况 跟希腊他搞成1000多万的人口 在爱琴海边上 然后搞一个奥运会 是吧 这个调调一样吗 那也又不一样 所以他们这种散落 就算你想往中心走 那也得走得过去 这个时候中国它本身也会有实力 所以中间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较量 其实说到另一个地方 海外华人这些年其实出去的时候 当然都是觉得挺好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中国大陆这十几年发展的太快了 有很多朋友跟我说 小吕同志你了解国内的情况是不是 你跟我说一下 北京上海那些朋友圈里面 那些同学每天在晒包晒房子 晒别墅是不是真的 他们真的每天换包吗 每半年每几个月换一次包 他们经常换房子吗 他们是不是真的好厉害 他们经常换车吗 我说有本事的还真是这样 大陆它发展太快了 过去的这十几年的情况 自己本身过得也不错了 也不是说自己过不下去 好像只是大陆的有一些人他过得好 当然也有差的 不是说没有好 因为有的人他看到了别人朋友圈 朋友圈本来就是爱炫的人 爱炫的人 然后他本来条件又比较好的 也有差的 也有过得不好 当然就不说话了 还有一个就是未来来说 海外华人来说 我觉得生活上面可能自己本身也是会有收缩 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形势不好 可能中国大陆很多人以前蛮有钱的 这几年都陆续的有很多人是破产的 有这么一个情况 前两天我还集中说到了我卖房产的以前的朋友 是吧 具体到海外的华人来说 可能他收缩的比例可能会更大一些 比如说很多来香港的第一代移民 当时来港肯定是很不容易 你的在大陆条件还不错 有什么千轮计划之类的 这是不错的 费的很大的劲而来的 但是大陆发展的很快 结果搞了几年 这几年房价也高 年轻人也没什么未来 现在又发生这种事件 就我了解一下我之前住的酒店 我之前在港岛有一家叫太平洋的住过 当时就差不多都是1000多块钱 现在是470块钱 我刚查的 然后还有包括拳汪尖沙嘴这些地区 我都住过这些酒店 人家拳汪我住的比较多 原来是可以到五六百块钱 现在200多都有 270 300块 像这种酒店的话 如果是忘记得1000多块钱 人家我当即去我提早订也要4500 500块钱左右 现在只要200多 300块就可以了 那接沙嘴这些都大幅的下降 我说的是什么 这种经济形势可能 就是本来这个世界是衰退的 但是衰退的比例肯定是不平衡的 就房价跌肯定不是一块跌 有的跌的快 现在是在收缩 是你看大中华区 如果经济下滑的话要收缩 怎么变成香港收缩最快 是闹的越狠 越折腾的 收缩的越快 包括台湾地区也是这个样子 是吧 搞不好焦点就到这里来了 把帐火就引进来了 收缩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美国华人加拿大华人 我跟他说的 说是说你在美国不会闹 是不是 不是说永远不可能闹的 因为现在是第一轮排局 要到第二轮竞争的很 是不是 白人看华人是怎么看的 特别是第一代华人 刚刚从中国大陆过来的 你比如说像张银这种访问学者 当然这个例子不好 比如说一些第一代的 刚来一年半年的时间 他人家是怎么看 我们大陆过去的 这个就不一样了 他可能爆发的冲突更加激烈 让你的生活更加糟糕 还不光是经济收缩的问题 这里是更加全面的一个争斗 这里说的有点杂 但是我们再总结那么几句话 就是在下滑的阶段 其实大家都挺不容易的 也不光是中国的中国圈 中国大陆中华文明圈 你看西方的圈子里面 像法国之前的大革命 不是大革命 法国之前闹事搞了那么长时间 终于慢慢的消停了 慢慢的消停 当然他政府是做出了烂布的 他们有很明确的目标 目标差不多 政府烂布很多了 慢慢的也就荡了 黄背心 美国的中产阶级也过得很差 你看他们不停的放水出来 他们的央行也在放水 中国的央行也在放水 放水是什么意思 其实放水很明显 就是彻彻底底 赤裸裸的剥削 这个人口里面 收入从20%以下往下走 到80%往上的上面 就这里大概有60%的人口的收入 相对收入是大幅被压缩的 真正收益的就是 你收入最高的20%的人 其实就是最高的1%的人 你一放水出来 股票就暴涨 是不是 股票暴涨了之后 东西会慢慢变贵 但是你的收入有相应的增加 你看苹果公司现在的股票有多高 他的员工的工资 5年前苹果公司的市值 一两千亿美金 是不是 他的工资可能几万美金 十几万美金 二三十万美金 现在他的股价涨5倍了 你工资有涨5倍吗 你原来20万美金 今年有100万美金吗 肯定没有 当别人公司市值涨5倍 他的巴菲特买了股票 或者说其他的原来只有股票的 他的账面采库就是涨了5倍 甚至还不止 他用了杠杆 是不是 包括中国房地产的情况 也是这个样子 你看那个 就是1%的能收益 我说一两套 甚至三套房子 你都收益不大 别人是10套房子 北京上海 是不是 在底下是100套 500套房子 别人一放水出来 房价涨一倍 你跟别人 就不是一个阶级了 直接就 别人没有努力 但他阶级就已经拉开了 而这种差异 这种不平衡 是非常可怕的 这也是慢慢的 会真正造成意识形态的对抗 这种意识形态对抗 其实说到底也是利益之争的 说来说去 好的 我们这一内容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